Hello 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哎呀 我终于回来了 那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 迟到的2020年的年度彩妆最爱 呃 妆柜版 我实在是有太多的彩妆 我特别想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就先来开始吧 那首先我要给大家建筑的问题中啊 这是我2020年度最爱的分体验 也就是Makeup Forever这个那种分体验 啊 这个分体验我真的是 就是一个特别水润的粉底液 而且增加了 添加了这么多的养肤成分 像是山长花啊 人双啊 还有那个Mondograss 这些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成分在里边 去保护你的保护 就是皮肤保护层这样子 没想到它还是遮瑕力这么高 就我脸上那些痘印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 呃 半磅这个粉底液 就你按半下 然后你就可以真的把它遮住 然后遮住至少半变脸吧 反正我自己是喜欢用量多一些 对 上海在家工作啊 现在 但是为了保持一天的这样一个遮瑕力 我一般还是会几个两磅左右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一些 高遮瑕力的分体验耐用 但是它真心非常非常地 舒服 我大概只剩个八九个小时之后 下班我一卸妆啥呢 就是我的皮肤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而且一点都不瓦干 所以这款的地 我是推荐给中皮 中性皮梅子或者干性皮梅子 我觉得油皮的话 可能要顺选这款粉底液 因为它真的真的是一款非常水润的粉底液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 就直接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就实际上它的流动性是非常非常强 你看 就是我放在我的手上 它自己就留下来了 然后我这个是最白的那个锁号 虽然我手上手还是有点黑的 但是脸是白的 脸和脖子是很白的 所以我就会选择最白的锁号 那这个锁号呢是R208 我觉得它之后就涂在脸上 你发现就是它其实会有一点点眼花 就是大概过个两三分钟之后 它就会融为你皮肤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就是皮肤比较白皙的妹子 就可以挑这款粉底液 真心不需要就是纠结说 它会不会太白 因为我其实平时皮肤 虽然我会用黄衣白的粉底液 但是我不是一个那么白的人 但是呢我用这款粉底液 就是真的只是提掉我的皮肤 然后并不会显得很假白 所以我是真心很推荐 这款粉底液给大家 那这款粉底液呢 虽然不是那么的耐用 但是它卖得非常便宜 它的定价其实只有39刀 然后30红身的这样的物料 我觉得作为一个专柜粉底液 来说是相当便宜的 而且经常情况下 它这个官网 或者似乎然会打八折 所以这个拿下来 就30刀没有任何问题 就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作为一款这样子的养肤粉底液 而且呢 它其实它的finish是半亚光的 而不是那个就是 特别特别shiny啊 或者特别水润的那种感觉 其实大家看我定完妆 只是有轻微的一点的这种水润感而已 但而不是那种油光感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妹子 应该还是会挺喜欢的 反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finish啊 那说完粉底液 粉底液我们来接下来聊一下遮瑕 那我2020年度最爱的遮瑕呢 就是阿玛尼的这款啊 这个叫什么 Power Fabric的这个concealer 它这款真实在太好用了 因为我以前其实没有 特别特别的注意到 阿玛尼这个牌子 就阿玛尼的粉底液 其实我都有一直在用 没有特别戳我的心 你知道吗 就没有太吓人用起来 但也没有特别好 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 它们家到底什么是明星产品 反而是这款产品 真的超级无敌冷门 然后呢 有些还是官网特价 就是打这个原价可能32刀 然后直接打到了16刀 那我打这么便宜的大牌 遮瑕液 我还不赶紧买一下 我当时是只买了这个2号啊 就是我自己的肤色 然后用了一下 没想到会这么无敌的好用 所以后来我又称官网 第二次打折的时候 又入了它最白这个色号 也就是1号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这真是贼白啊 就是我用了 就是眼下提个亮啥的 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色色吧 反正这个2号色呢 真心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肤色哈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个黄200 或者黄100 然后这个呢 是粉100 1号色 你看就明显的白好多出来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哈 它真的是那种 超级无敌水润的质地 就是你把它弄开 我真心都觉得 跟粉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可以看到 1号色和2号色的差别 其实色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 也像我一样 不是太 不是特别雪白的妹子 其实2号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买1号呢 你有时间做个提亮 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 棒的这款 这款遮瑕哈 它实在是特别特别 无敌的水润 就有的时候 甚至说早上 你急着上班 然后你就根本没有啥时间 就是说化个妆啥的 就拿出来它 然后在脸上 就是有遮瑕 就是有瑕疵的地方 稍微涂几下 哎呀 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就你都不用粉底液的那种 就相当无敌的推荐的那种 那现在既然我们在说底妆哈 那这块 纪凡西的这个大名 这个四公格 想想它必须有姓名哈 这个我买的可能是 那个限量版哈 然后它这个粉质 我觉得都没谁了 这个其实还是我闺蜜 送给我的哈 并不是我自己去买的 因为我自己 三分时间太多了 就是一直没有时间 去试它哈 然后结果我闺蜜跟我说 这个你必须试一下 它真的超级无敌好用 哎呦 真的是太香好吗 就是它有四个颜色 一个绿色 一个紫色 然后一个浅粉色 一个显蓝色 就是这四个颜色 你把它这样子倒过来 稍微甩俩下 然后呢 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 出来的粉 然后我一般会拿这么一把 这样的刷子呢 去把它占取一下 然后在脸上这么 就是定妆啥的 它的效果不要太好好吗 就是甚至连我结婚的时候 那个化妆师 他都有在用这个粉 他跟我说实在太好用了 为啥呢 就是妆能力又好 然后又不会让你的脸有油光 然后又让你的这个肤质看起来 就是贼柔光那种感觉 好像上预镜那种感觉 哎呦 我就说 确实 我说我才用了已经几个月 但是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 好像此生最爱的散粉 可能就是它了 从再也找不着别的 比它更好用的散粉了 然后他说 它也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 然后我就觉得 一定得推荐给大家 这款粉真的是 物超所值 就是你 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它就一点都没下去 我也不知道为啥 实在是容量相当无敌的大 买它买它买它 就是买它 但说到底妆 还能我们更不缺的一样 就是腮红了 今年其实我买了 也不对 2020年其实我买了 非常非常多的腮红 但是你真说到它算好用的吧 其实我还是挺纠结的 因为我发现了好几个肤红的 但是我觉得这款呢 可能是一款 就是不管什么肤色的妹子 然后不管你是什么肤质 然后你是想约会 还是上学 还是工作 都会想用的一款 这个腮红啊 就是它 这是那个 Solena Gomez的 那个品牌的 Rear Beauty的 这款Bliss 腮红 就是它这款腮红吧 就挺神奇的 我其实是不对这种 液体腮红 感兴趣的一个人 因为我老觉得 它会破坏我的体装 就我买了它 我发现真的就没有这种症状 除非是你拿着这头 直接拿出来 直接往脸上怼 那很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印记啊 但如果你直接就是 在你这个海绵上 稍微粘一下 然后再用海绵来上这个腮红的话 就完全没问题 而且它那个颜色 哇塞 这实在太粉嫩了好吗 就是它就是那种蜜桃粉 就不会让你看起来喝吞 然后但是呢 它会很有存在感 就是如果你真涂多了也没事 就是真 你看这样子 把它揉拖起来 它就跟没有了一样 但是呢 又有一些淡粉色在上面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的使用 我反正我早上就是要上班 我赶时间之前 我就是用一下它 我觉得特别放心 因为我知道不是出错 还会有点存在感 所以相当推荐大家 这一款液体三分 那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样 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液体啊 或者膏状类的这种彩妆的人啊 但是我竟然想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光膏 就是毛哥平的这款高光膏 这款应该是个超级大网合的吧 就觉得应该是基本上人手一钻 虽然北美地区不好买 但是我知道真的是挺神奇的这款产品 其实我之前只是就是买了它 然后并没有对它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我一直特别想遮自己这泪沟啥的 然后就说看了毛老师的那个教学视频 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泪沟有希望了 结果呢就是买了之后呢 好像一直没用这个方法 每一次都卡粉 每一次都卡粉 然后后来呢 我发现毛老师用的是那种超级无敌戏的 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小笔哈 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画那个 那个去提亮你的泪沟 后来我发现这个办法真的好用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管用 而且甚至就是说用毛老师 他那个产品自带的那个 那个小的粉泼 或者用我自己的这种粉泼 然后占取一些 然后再眼下提亮啥的 都是相当相当的好用的 而且就是它这款 就是质地特别像一个粉膏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感觉怎么会有 就是做彩妆这么细腻的一个品牌呢 就而且是我们的国货 就真的是相当相当推荐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有朋友回国呀 或者说能从国内就是淘宝啊 转运一下的 就一定要买这个高光高 我真的觉得它特别无敌好用 就我今天也用了它 就是我脸上只是有自然的光泽而已 但是不会有很强烈的那种存在感 但是看着出来 就是冷的轮廓是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它特别特别的修饰我们的骨巷 所以真的是超级无敌推荐它 眼妆的最后一个产品 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这款修容粉 来自于Innisfree 月诗风银的这个修容粉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产品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 YouTuber的推荐也太爱的 但我觉得它真是啊 就是这款主要是因为 美国的这个月诗风银 我刚刚经常打了这个 配颜色卡 还打到这个 这种白菜的价格 是不是我可以多尝试做产品 然后我当时是买了超级多别的彩妆品 结果最后因为想凑个单 然后买了它 没想到这么好用 大家可以看到 我2020年唯一一个铁皮的彩妆产品 就是它 这款就是它实在是太好用了 为啥呢 因为它这个颜色特别特别的清淡 就是涂在你的 甚至就是比我的手 也就黑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它真的就没有啥存在感 但是你涂在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底妆和无瑕的 这种一张脸上 其实它非常自然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修容 然后我的鼻影 也是用它来做的 真的就是亚洲人 这种黄皮肤最适合的这种 有点偏冷色调的 这么一个修容啊 反正我是非常无敌的 喜欢和推荐给大家 我们面部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眼部的彩妆 我的all time favorite 就是这款 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KVT他们家这款 Taturaliner 真心 我觉得有底 超级的好用 它其实用在你眼睛上 你会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那种 眼睛特别人出油的人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这款 我就觉得眼神特别人出油吧 我用它后续 我整个一天用下来 不管眼睛就是在怎么展的呀 怎么怎么样啊那种 眼睛可能没事 想要流个眼泪之类的那种 完全它都不会花的 除非你是在揉它 或者你真的要卸掉它的时候 它才会花 不然平时 任何不寻常的操作 它都不会花 就真心无敌好用 而且我特别推荐这个 它这种 这个颜色叫 Megamex Brown 这个颜色呢 是它一个棕色的眼线液 比啊 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棕色 其实只是比黑色 稍微降低了那么一点点程度的黑色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反正我是超级无敌的喜欢 而且它这个笔头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非常细 就你想精准的 在哪个地方 换个眼尾吧 然后想插个那颜色 什么的 就特别特别的盛长 而且冲水也这么快 就是那种 就是觉得 咦 就是这个 随便想怎么画怎么画 然后就特别细 然后冲水也特别快 特别喜欢 特别无敌喜欢 推荐推荐推荐 那说到眼部的彩膏呢 不可或缺的一个就是睫毛膏啊 那今年的话 我特别特别想推荐一下 这种 TAMMAKE的就是双色睫毛笔 这它是两个颜色啊 我买的是玫瑰色 然后它之前还是一个棕色 东西经常就搭配 我这个是玫瑰色和粉色的搭配 因为我觉得粉色 或者是棕色的这样 棕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睫毛膏 睫毛的话看起来特别特别的温柔 然后我就买了它 嗯 果然很喜欢 就如果你是一个追求那种 我呢 这个睫毛一定要非常非常无比的 浓密的那个妹子 那你就一定要绕开它 因为我不觉得它这方面的效果特别好 但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 追求一点不一样 就觉得普通的睫毛膏太无聊的人 那非常推荐你去买这个 因为它这两个颜色特别有意思啊 一个是真的就是一个 一个粉色 就是一个粉色 然后你涂到你的睫毛上 就会觉得你睫毛好像隐形的一样 就真心的那种浅色的睫毛膏 嗯 稍微有一点 让你的睫毛有点没有安全 就是没有那种存在感的感觉 但是呢 我发现它另外一共处 就是如果你把浅色的这头 直接涂在你的眉毛上 你的眉毛就会变得温柔很多 这是有一个新发现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 有点费不利用那种感觉啊 就觉得用不到我的睫毛上 我都能用在我的眉毛上 反正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 就是那种 眉毛有点像辣椅小新的 这样的妹子啊 就是毛发比较皱的那个 可以试试这招 浅粉色其实很压这个 眉毛的颜色的 我觉得今天我的眉毛 效果还错吧 然后呢 另外一边呢 它就是这个棕红色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我每一次把它 涂在自己的睫毛上的时候 都有一种 增加浓密感 但好像又没有那么浓密的感觉 然后在家卷翘了之后呢 看起来都非常自然的温柔 反正我觉得就是 我不太喜欢我的眼睛上 既然已经画了这种 比较黑的眼线之后 还再弄一层那个 黑色的睫毛又高 然后就看起来非常的 你装 撒 我还想温柔一点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 棕红色的这一边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让我的睫毛啊 整个睫毛啊 弄起来这么一个睫毛吧 那聊到你们这个彩妆 最不可过之后 我觉得就是口红了吧 那大家想说 2020年大家都 一直因为疫情 戴口罩啊 在家啊 我干嘛要买什么口红之类的 但是 因为口红的折扣很多啊 所以我还是尝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口红啊 嗯 我其实挺 怎么说呢 挺纠结这一块 因为我实在是有太多 挺喜欢的 口红想推荐给大家了 但是呢 就是纠结了一件 然后觉得今年的冠军 应该给他 还是200米的 这个红管系列的200 我知道他之前 挺产了一段时间啊 但是他后来come back 知道他come back之后 我立马就买了 真心无敌到好用好吗 我一开始看到这颜色 我有点心寒 因为感觉我去 这颜色是不是有点黑啊 就是对我这种 也不没有太白的那子 是不是有点不适合 结果反正不是 他这个颜色太有气场了 就他那种浅涂啊 厚涂啊都特别好看 我现在已经卸过我的嘴唇上的颜色 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我一般 嗯 纸图一层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我要上班 嗯 然后呢 我知道我的嘴 有点血色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看的豆沙红了 就他肯定还不是那种完全的豆沙色啊 他还是添了一点涂掉在里面 就这个口红其实很天秋冬的 然后可能夏天又会有点厚重啊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超级无敌好看 主要我的唇色还是属于一种比较鲜亮点的 就我涂了它哪怕只涂了薄薄一层 就看下好像很深的样子 所以如果就是尘快跟我差不多的妹子 其实也可以像我这样子 就是薄薄的涂一点点在上面 然后用手指头摆向我开啊 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日常的豆沙色 但如果你是那种职场郁姐型的 那你可以去厚涂它 这颜色就是 哎 就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就是那种挺不可多点的一种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种土豆色 它其实不偏什么色调啊 也不偏橘色调 它真的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豆沙色 相当推荐给大家 那说到最后了 我最喜欢的眼影盘是哪一盘呢 大家知道我2020年宿舍 虽然因为疫情啊 在家里 但是就好像在我这个场合 可以需要任何眼影盘啊 或是彩妆啥的 但是因为好多厂家都打准喝呗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也入个手杀吧 然后就好这两个 这个太香了 这个就是Mars 2020年限量的那款 眼影盘 我其实推荐给我闺蜜过 它其实一脸嫌弃 因为它觉得这个配色 它有很多颜盘这样子的 我说不是不是 这一款真的太奇妙了 就是你想用它打造任何一种妆容 你都可以打造出来 而且它的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 其实是它的粉压非常实 就是你使劲的去用它 使劲说使劲说 它都会掉一点粉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粉压的 实的这种眼影盘 那这就说明它的上色度 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你就可以不停的去用粉去蘸取 就是用哈子去蘸取它 然后去连加那个颜色 然后这样就会看起来很自然 我今天这个眼妆呢 也是用这里边的 这四个颜色去打造的 就这四个 然后我觉得超级无敌的清淡和普瑞卡 既清淡也有清淡的 就我特别喜欢它这种橘粉色料 还要加了一些这种 那点闪片 而且还有这种霉红色在里面 我特别喜欢这种套色的设计 因为这样做的话 我可以从一种不同的专业出来 根据我今天就从那里的小优惠 然后买上官 挖去走走 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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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我可以出这个里头的话 我一定会到它 什么样的颜色它都有 但是这个盘也有一个小缺点啊 就是我唯一对它觉得美中不足的一点 就是这一盘 它缺少一个浅色的哑光打底色 它里面只有一个这个白色的 浅色的这个珠光这个颜色 虽然是非常非常细的事 但是你总觉得 嗯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哑光 我还是希望那种感觉 所以用这一盘 你看看要定妆在眼睛上 定得非常非常好才行 不然的话 还是会觉得觉得出油啥之类的 比如说你也是一个挺喜欢这种 带闪片啊 带跳色 然后又日常 这么样一个妹子啊 我非常非常推荐这一款 尤其是最近我不是在看那个 刘光岁月那个 对不对 人家刘金岁月啊 就是刘诗诗的 妮妮主演的那个剧 那两个女主角的那个妆 我都挺喜欢的 尤其是妮妮的 然后我就觉得她的那个妆容 用这款 这款的 这款眼影盘就可以打造 所以我觉得 特别好 我就是对这款的 呃 眼影盘的打分至少是一个95分 好的 大家呢 今天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呃 我之后还会再做一个 呃 就是开架版的彩妆最爱 年度最爱 希望大家能关注哦 呃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 点赞我 然后之后我会出更多好看的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们